现在在控制台里面 我依然启动了前后端的服务器 然后打开我的浏览器 大家可以看到 我现在页面还是正常的能够去执行的 当我用户在后台的项目里面 原来输入123进行登录的时候 它会调用一个login这样的接口 然后回到首页的时候刷新 它会提示爬取内容 展示内容和退出这样的一个页面 那这节课呢 我们把这个页面也给它做了 然后我们会尝试使用阿甲克斯的形式 去对原来写在后段代码里的页面内容 进行一些整体的替换 OK 先回到我们前端的项目里面 我们在这里找到pages这个目录 在下面呢 我们去创建一个folder 叫做home OK 在这里面呢 我也创建一个file 叫做index.tsx 然后 我在这里直接写就好了 import react from react 这里呢 加一个component 或者直接写一个functional component就可以 const home 类型是 react.fc 等一个 这样的建筒函数 OK 然后export default home就可以了 这里面我们可以return一个 piv hello word 保存一下 然后呢 我们去 这块图会自动的引入一些东西啊 我们把这个 干掉 OK 然后我们去引入这个组件啊 怎么引呢 我们到app.tsx里面去引入home page from pages下面的home 然后当用户去访问跟路径的时候 我去访问的就是home page 保存一下 然后我们回到我们的页面上刷新 当我访问跟路径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它会显示 hello world 那么现在我对跟路径的这个路由组件也做一些处理啊 首先我在里面去创建一个file叫做home.css 或者style.css都可以 当然呢 login这一口我也改个名字 不叫login.css了 也把它叫做style.css 那么在index.tsx里面 我们去引入的就是style.css OK 命名同意一下 这里面呢 我们写一个叫做home page这样的class名字 然后y字呢 我给它一个300px margin 上下给100px左右呢 all two让它聚中 然后在这里面啊 我就可以给它一个class name 等于 home 刚 page 当然这块引入这个 粮食 保存 回到一面上刷新 hello world在这里对吧 那我这块呢 可以去写三个按钮 当然我最好也加一个边框啊 叫做border pxsolid 键号 ccc border 杠redis 给一个10px 保存 刷新 OK 没问题啊 然后我们在这里面写三个 这样的按钮 但ccc呢 可能 有点深 那先这样吧 borderredis 给一个5 padding呢 我们再给一点 小下左右都给20 现在来看呢 就会好看一些 然后我们把hello world 替换成 类似这样三个内容的按钮 那on design里面 会有一个叫做button 这样的按钮组件 那怎么去使用它呢 一样 大家在这里啊 搜索button 然后呢 会提示你 有button按钮 你点击进入 就到了这个页面 在这个页面里面呢 你可以用它不同类型的button 也是一样 点击 复制代码 或者呢 显示代码 大家可以看一看啊 那这块 我想用三个 这个颜色的按钮 我只要去 从on design里面 引入button 在home下面的 index.tsch里面 我们引入button 这里面渲染的时候呢 我return的是 这样的一个 内容 OK 它保存的时候 会自动的把我的 这个口号给去掉 我需要给它统一 写完了之后 再处理才可以 这里呢 我就写一个 叫做button 然后呢 名字 第一个叫做 patch 然后展示和退出 patch 展示 和退出 这里呢 加一个tap 等于primary 给它一个蓝色 保存一下 然后回到我们这个页面 想要刷新 当然是前端的页面 它有一个 patch 展示和退出 那这块呢 我们可以给它一个样式 我们在这一块 选中一下这个元素 这是一个button类型 然后呢 名字叫做 unt button 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 这么去做啊 在我们的样式文件里面 找到homepage下面的 unt button 给它一个margin write 10patch 保存 再过来看一下 哎 还是有点 问题 我们给一个20 应该会好看一些 可以啊 那这么去写就行了 当然它有点不居中 大家如果 想做的居中一点呢 你可以给第一个元素啊 也就是我们的indexer tsx这块 你可以给一个style 给它一个 语法 叫margin left去调整一下 比如说10px 保存 你再来看啊 啊 但10就有点大了 给一个5 ok 看起来不错 这三个按钮呢 就已经都显示出来了 那么它分别跳转到哪里去呢 我们看 爬去内容 执行的是 get data 这个内容 而展示呢 这个执行的是 我们来看一下 show data 这块的内容 还有一个退出 执行的是 logout 这样的一个接口的内容 那这块我们先不处理 到后面啊 我们写到这里再处理 先回到刚才的这个页面上 我们先把这个基础的功能给它做完 OK 关闭掉下 这块的代码 那现在我的这个组件就写完了 写到这儿啊 再给大家讲解一个小小的知识点 在这里 home对应的是一个functional component 也就是函数组件 那你也可以不写成reactfc 你也可以写成一个这种函数 只不过这个函数啊 它的返回类型 是什么样的类型呢 应该是一个gsx.element 也就是一个gsx对应的元素 所以你可以不用刚才react.fc 这样的一个类型 可以直接写这样的一个函数类型 在这里 也OK OK 我们恢复到一个比较标准的写法 接着继续来写 那当用户啊 访问我的根路径的时候 我应该判断一下 用户是否登录了 如果登录的话呢 我就展示爬去展示推出这三个按钮 如果没登录 我就要挑转到login这个地方 让用户登录 想要做到这一点 怎么办呀 我们是不是在react.fc这个函数里面 得去做一些逻辑判断啊 那这块我就要涉及到发ajax请求一系列的东西 那可能呢 就会使用hook这样的react高级的语法 为了尽量的让我们react的代码呢 简化一些呢 这块我可以去用class component 先去通过生命周期函数的形式 对代码做一些实现 如果大家呢 自己对react很熟 学过hook这样的概念 也可以自己呢 在这里写hook的语法 好 我把这块的代码改一下 变成class home extends 这块写成一个component 然后找一个render函数 ok render函数里面去写这样的一个return 行 现在呢 这就是一个首页这样的组件了 在这个组件里面 我们可以写一个component 第一的mount 这样的顺便就是函数 然后呢 在里面我们去尝试发一个阿贾克斯请求 想要发阿贾克斯请求啊 我要去安装一下 axis这样的一个酷 来帮助我们去发阿贾克斯请求 所以我先把前端的服务停一下 清一下屏 npm install axis-c 回车 这个酷呢 是一个用TypeScript写的酷 所以呢 我们就没必要再去安装它的类型定义文件了 安装好它 我们就可以直接在我们的代码里去调用axis 来做一些请求的事情 我们怎么去请求呢 我们去请求一个接口啊 那么 这块我可以这么写 首先去引入axis port axis fromaxis 它现在会报错 原因是 还没有安装完成 我们稍微等一会儿啊 先安装了 那在这里我可以先写axis的一些语法 点 get 大家可以看它会有很好的语法提示 因为它本身是用ts写的 我们去请求哪个接口呢 现在我们说我们请求以API开头的这样的接口 这是一个前后端通信的常用的一个方式啊 把所有前端请求的接口都用API作为一个前坠 那我想判断用后是否登录了 所以我想请求一个叫做izlogin的接口 然后第二个参数它会提示你啊 是配置对应的一些配置项啊 我可以不传 然后第三个参数呢 是一个回调函数 后面两个参数其实可以不传的 所以点进的方法 它返回的其实是个promise 会接受一个res 然后呢 我把这个res打印一下 但是大家想一下啊 我现在重启一下我的服务 干嘛能不能执行的通呢 其实现在是执行不通的 因为我现在在前端的工程里面 我们稍等一下先启动一下服务器 我拿这个效果来给大家讲 OK 它会提示我们说 你现在这个前端的项目里面 根本就没有API is login这样的接口 但我们知道我们真正的接口 也不可能写在前端的项目里面 实际上当我请求的时候啊 我希望把请求到前端地址的 这个请求呢 代理到后端的一个接口上 怎么做代理呢 其实在create react app这个交手架 生成我们项目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个前端项目的 根目录下的这个package.json里面呢 去配置一个参数 我们找一找啊 写的最下面吧 这个参数呢叫做proxy 我们可以先写一个http mark localhost 然后写一个7001 保存 它的意思就是 当我去访问这种 以API前端开始的路径的时候 这个前端的工程呢 会帮我把这种请求啊 代理到 也就是这个请求 我这里写一下 他发现你是以API这样的开头的话 他会把这个请求代理到哪呢 代理到7002这个前端开头的 或者这个网址开头的 API下面的 islogin这样的一个接口上 OK 所以我在开发前端项目的时候 通过配置这样的一个配置项 就可以把前端请求的接口 代理到后端的一个 叫做API下面islogin的 这个接口上面去 我保存一下 当然你做了这个配置之后啊 要重启一下你的前端服务 我们稍等 诶 你会发现呢 当我代理过后呢 他还是会提示你这个APIislogin不存在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因为即便啊 我把你这个接口 代理到了后端7001这个端口上 我们看现在 我们7001这个端口在这里 我们有没有API下面的 islogin这样的一个接口啊 那是不是没有啊 就现在其实我应该到后端的项目里面 去把这个接口给补上 那我们现在打开我们后端的工程 接着呢 src 找到logincontroller这块的代码 我们在这里面啊 去写一个 很简单的逻辑就可以了 看一下啊 找一个可以复用的地方 好的 自己重新写吧 叫做islogin 这块呢 我可以怎么写呢 我在上面写一个 这个装饰器啊 at get 当用户访问的是 这个API下面的 islogin这个接口的时候 那我呢 把这块东西都拿来 然后只要return什么就可以了 只要把这个islogin的状态拿过来 然后 我们 get response data 把islogin传过去 就可以 保存一下 这块少一个口号 我们后端代码就改写完成了 那我先把后端的代码关闭掉啊 然后回到页面下 再刷新 大家看 现在islogin这个接口就返回直了 它说data是处 表示我现在是一个已经登录的状态 没问题 那我回到我前端的这个代码里面 我再来刷新 哎 你会发现现在前端 你通过access发请求 去获取后端接口数据的时候 它也能把你的data 打印出来了 告诉你现在登录的状态是处 那为什么现在是一个登录状态呢 是因为之前啊 我自己在测试的时候 模拟了一个登录的过程 所以它现在处于一个已经登录的过程 那我们呢 同学们去访问的时候 可能第一次的时候 它会是一个false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 只需要在这里 找到application这个调试项 我们找到cookies 我把我本地的这个 之前登录的cookies给干掉 然后再重新刷新 我们点开控制台 好 这个时候呢 它会提示 请求成功了 但是data是false 也就是当前我没有处于一个登录状态 其实我是未登录的 那大家呢 其实你写完代码 应该和我现在的这个 接口返回那种是一致的 那就说明你写对了 那现在整个前后端呢 接口的打通 已经打通了 我现在只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就行了 我判断 if 叫做 res.data下面的这个 data 对吧 if res.data 问号 点 下面的 data 那么我就console.log 以登录装 否则呢 我就打印 未登录 对吧 我们看一下 到村 到页面上 刷新 他说未登录 那如果是未登录的状态 我们就应该让它从首页跳转到登录页 那这块怎么做呢 在我们的代码里面 我们可以这么去写啊 我们定一个state 也就是状态 可以写一个constructor 这里呢 我要写一个props super props 然后定一个this.data 等于 is.login 默认呢 让它是true的一个状态 好 一保存 你会发现props 它会提示我们 有问题说 props的类型 现在是一个 没有指定的any类型 不行 那我们呢 可以给它一个空对象 对吧 现在props里面 什么也没有 但是呢 如果这么去写 其实还是有问题的 在类型检测这一块 我们看问题在哪 当我们去调用this.state的时候 大家看有没有做语法的提示 提示我is.login相关的内容啊 是不是没有啊 这时候type script就没有发挥 它最大的一个价值 想要解决这个问题怎么解呢 我们再来给大家讲解一个知识点 我们定一个interface state 它里面呢 会有一个is.login这样的状态 类型是boolean类型 然后我创建这个组件的时候 会传一个范形 第一个呢 是props 它里面有什么 它是个空对象 对不对 所以这块呢 我就写一个空对象 其实它范形里面 还可以再写一个第二个范形 那这块我写一个state 表示的是 这个组件里面 state的类型 是什么类型 它state的类型是 包含一个as.login这样的对象的 那么当你把这个范形也传递进来的时候 this.r state.r 大家看as.login就可以提示出来了 当然呢 我觉得这样的写法呢 可能会比较麻烦 所以我呢 只是在这个例子中给大家讲解一下 让我去写的话 我可能会这么去写 把这个都干掉 直接在这里写state 等于一个as.login 然后处 OK 保存 那这块呢 是axes.get 所以保存一下 OK 那当我这么写了之后 this.r state.r as.login 依然会提示 我也不用去写那个范形了 如果大家想去追原理的话 可以到网上搜索一下 原因就是这么去写的话 那state它的类型 大家可以看一下 this.r state 它的类型直接就是一个对象 里面包含一个as.login 你这么写会 把state原来的这些范形里面的一些东西 复写掉 所以 它会 就是有很好的这种语法提示 OK 理解到这儿 其实就可以了 我们继续往下写 我们说 如果你登录了的话 那我就不做处理 我们说如果你没登录 那我干什么呢 我this.r setstate 把你的as.login 制成一个force 没问题 然后在这块 我可以引入一个reactorrotterdom里面的组件 叫做redirect redirect OK 保存一下 那它的作用是帮我们做跳转的 在render里面 我可以const is.login 等于this.r state 然后if is.login 如果你登录了 那我return的就是什么样的东西 否则呢 我return是什么样的东西 我们来看 如果你登录的话 这个页面就可以给你展示出来了 否则呢 我就要return一个redirect 这里应该有一个to 告诉你它跳转到哪里去 to哪里去呢 如果你没登录 我就让你跳转到login 这样的一个路径下 好 保存一下 我们现在处于一个没有登录的状态 当访问跟路径的时候 它会跳转到login这个路径下 那么这么写其实就OK了 我们就做到了 通过前端 但后端的接口来判断 用户应该访问哪个路径 这样的一个操作 当然其实它还有点瑕疵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就是当你访问跟路径的时候 它会有一个闪动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我现在s.login它是处 然后一开始会把这个东西都显示出来 然后你才能获取到接口的数据 才会去跳转到react to login这块的东西 为了再解决这个问题 我可以怎么做呢 我可以判断 data 或者这么写一个 loaded 是否已经加载过了 那这块我这么去写 如果你获取完接口的时候 loaded 我给它一个true 否则的话默认它是一个false的值 现在我判断你是否登录了 如果你登录的话呢 我再判断你是否loaded 这块我写一个 loaded 如果你loaded的话 那我呢会return这块的内容 否则的话呢 我会return一个 那你就什么都不显示 再保存一下 我们再回到首页 这个时候应该就OK了 等我访问首页的时候 它会等待 如果你没登录 我就跳转到login这个登录页面 行 那这节课呢 我们把代码写到这个程度就OK了 大家加油 同学们大家好 上次